大家好,我是美味小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姜汁莲菜的做法 做出来清脆爽口,酸甜适口解腻 做法非常的简单 切莲菜之前先准备一大碗水,往里面加上醋 这样能防止莲菜氧化颜色变黑 然后把削皮洗干净的莲菜切成薄片 做这个建议选用九孔的莲菜 因为九孔的莲菜含水量高,吃着更脆爽 锅里水烧开后,再往里面加点醋 把切好的莲菜倒进去煮一下 莲菜煮30秒左右,捞出来过下凉水 这样莲菜的口感才更加的清脆 下来切点生姜末 清红椒去筋膜,全部切小丁备用 然后拌个料汁 碗里加入生姜末,加入盐 加入多一些白糖 一小勺鸡精 再加入米醋 加入少量的香油,搅拌均匀 莲菜拌干水分倒入碗里 加入切碎的清红椒 再把料汁浇在莲菜上面搅拌均匀 好了,咱们这个姜汁莲菜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莲菜清脆爽口,营养又好吃 是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一道经典莲菜 下酒下饭又解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